國道3號北上台南關廟路段 傳出遊覽車反覆 消防人員大局動員搜救 加速還在裡面嗎 裡面幾人 好可憐 後來被撞得歪七扭八 遊覽車整個側翻在邊坡上 駕駛受困車內動彈不得 我這裡要爬 還是這裡爬 因為那是車頂 那不可以把一支車子動 車禍發生在中午12點多 就在國山北上364公里處 消防人員動用破壞器材 花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好不容易才把駕駛拉出來送醫 他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車幫付 我們趕快出動九車十八人 總共加高雄 總共有六台救護車 搞復現場 幸好只有一位司機 沒有其他乘客 由於傷勢嚴重62歲的 曾信司機送醫搶救人宣告不治 警方初步調查 他平常開校車 28號載客人到高雄搭郵輪 29號放假返回屏東老家休息 由於31日要上班跑車 所以在30號空車要開回台中公司 不料發生了車禍 公司表示 正信司機身體狀況不錯 到底為何會反覆邊坡 確實的造勢原因 還有帶警方既不釐清 TVBS新聞林立邦顧守昌 艾昭仙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